第十单元 这六种穀物是人类主要的粮食 我们称它们为六穀 马、牛、羊、鸡、狗和猪 这六种动物是人类饲养的主要牲畜 我们称它们为六畜 六股和六畜 相传是在远古时期 天神从神的世界带到人间的 并传授人们畜牧及耕种的方法 所以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故事是 稻米的由来 很久很久以前 人类靠着采集果实和猎捕小动物为生 有一天 天空突然不停地下着大雨 洪水渐渐淹没了森林和人也 这场大水淹没了树上的果实和所有的食物 人们饿着肚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东方大岛的天神们看到人间的景象都感到非常难过 自从大洪水之后 可怜的人们都没有食物可吃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呢 我是掌管五谷的神农士 我愿意教他们种植稻子作为食物 我也愿意教他们畜牧的技术 还会派出牛马羊鸡狗猪六种动物前往人间帮助人类 这时天神突然想起一件事 那你们有谁愿意将稻子沾满全身送到人间呢 原来啊 从这里到人间必须游过一片汪洋大海 要在汹涌的浪花中保护小小的稻子 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任务啊 苗啊 你最强壮了 你愿不愿意接下这个任务呢 哦 我只是个会蛮力的大老粗 这种细心的工作 我想还是请马先生来做吧 哎呀 我这一身柔亮的松茅 哪能粘上一颗稻米啊 鸡婆婆 您来做吧 咕咕咕 不行啊不行啊 我长得这么小 带不了多少稻子的 我 我们也没办法啊 一旁的狗儿 想到人类就快饿死了 心里非常难过 哇哇哇哇 为了救可怜的人类 我愿意承担这个工作 狗儿啊 路上可要小心啊 你身上带的稻米剩下多少 以后稻子就结出多少稻米哟 于是小狗将全身弄湿 跳到骨堆中打滚 把稻骨沾满它的身体 终于这六只动物出发了 他们在大海中努力地游啊游 这时阵阵的巨浪躺在狗儿身上 把一颗颗的稻米冲走了 狗儿啊 加油啊 狗儿啊 加油啊 啊 糟了 舍舍的骨子越掉越多了 于是狗儿更努力地拱起身体 竖持尾巴努力地游 最后只剩尾巴还有一些鼓励 咕咕咕 好狗儿 我们快到了 动物们终于到达了人间 哎呀 小狗帮我们带来稻米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是啊 感谢天神 感谢天神啊 太好了 小狗帮我们稻米来了 感谢天神啊 后来人们为了报答狗儿送米之恩 便让狗儿吃到香喷喷的米饭 而牛马羊则只能吃稻草 鸡和猪只能吃稻壳呢